在射击用到眼睛检测光线的实验,都先要把头上的切换开关向下拨,打开CLIBO C6的电源,液晶屏上显示的是眼睛光敏电阻检测的光线值。 光线越暗,数值越小,同时液晶屏的背景色越红。 如果按下左按钮开关,电击正转,CLIBO C6向前进。 如果按下右按钮开关,电击反转,CLIBO C6向后退。 在CLIBO C6前进或后退过程中,眼前越亮,速度越快,反之亦然。 如果两个按钮按下,CLIBO C6停止,液晶屏上显示出STOP的图片。 之所以CLIBO C6能根据按钮开关的状态分别响应前进、后退、停止。 关键的地方是在Motor Run函数中的一个分支语句结构。 其中有两个参数Motor和PWM在调用该函数时被传递过来。 Motor是按钮开关的状态。 当右按钮开关按下时,Motor等于0,通过分支语句的选择后,来到与之吻合的零分支执行电击反转的操作。 于是CLIBO C6后退。 另外一个参数是PWM,它由光敏电阻的实测值经过重新映射后得到。 光线越强,PWM值越大,两个电机的转速越高。 如果左按钮开关按下Motor等于1,于是执行的是一分支的前进操作。 前进的速度由PWM参数决定。 如果两个按钮同时按下Motor等于2,于是在两个电机的使能端写低电瓶,使电机停止工作,并在液晶屏上显示一个预存的图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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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